This industry describes how the project of a science of happiness has become integral to capitalism 好,咱们先来看一下生词 首先看这个单词describe 作为动词表示描述描写 Integral表示整体当中必备的必须的一部分 Integral表示必须的必备的 Capitalism可以表示资本 资本主义的意思 好,生词处理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找一下从具 从具在哪呢 一眼就看出来了 好,连接词引出从具 那这是以什么从具呢 三个字往前看 动兵,兵与从具 OK了吧 好了,这句话整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幸福的产业,幸福的行业 它描述了,描述了什么呢 Project of a science of happiness 这个词字我们得暂停一下,说一下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讲介词短语的时候 专门给大家讲过这个of这个词 of这个词呢,它表示的是属性 通常翻译成什么什么的 而且呢,很特别的是它的词句要倒着往前翻译 所以如果要遇到了A of B 要掉过来,翻译成B的A 那我当时还特意给大家举了一个雅思当中常考的词组结构 就是A of B of C 应该怎么翻译啊 倒过来,翻译成C的B的A 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The project of a science of happiness 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哎,幸福的,科学的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计划 这个项目,OK了吧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结构 还是那句话,我从来不讲废话 我讲过的就证明对大家有用 好,那既然说后来 这句话整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幸福的这个产业呢 它描述了,哎,幸福的这个科学的这个计划 它是怎么样变成资本 整个资本主义当中必备的一部分的 就这样的一件事 好了,关于这个句子呢 我们说到这儿 再来看下一个句子 来自一千七 Bu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new genetic and dental evidence provides strong backing for Greenberg's wheel 在这里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生词 genetic表示遗传学的,基因的 dental表示意思是牙科 牙科的,evidence表示证据 beckin表示支持,背后支持 Greenberg是个人名,就不用理他了 view表示观点看法 好,生词处理完了之后呢 咱们来找一下从句吧 看看从句在哪里呢 一眼就看到了 哪儿啊 that,开始了从句 对吧 好,那这个从句是什么从句呢 三个字往前看 看见谁了 doubt 在这里no doubt肯定是名词 对吧 那名词 doubt怀疑 你知道怀疑长什么样吗 不知道 所以是抽象名词 抽象名词呢 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因此后面加的当然是同位与从句 解释说明抽象名词 怀疑是什么 好了 那整体这句话的意思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there be句型 这个there be句型呢 我稍后在道状句当中 还会给大家详细的讲到 我在这先简单的说一下 there be句型的基本结构呢 就是there be加名词 表示的意思就是有 客观存在 那这里there is no doubt 注意还加了一个no 表示否定 所以呢就可以理解为没有 没有什么呢 没有怀疑 那这个没有怀疑 怀疑到底指的是什么事呢 后面具体的说了一下 就是这个新的这个遗传学 基因学的和这个牙科的这些证据 他提供给了强大的支持 来支持Greenberg他的这个想法 OK了吧 这事是毫不怀疑的 好了 这个句子我们就说完了 that引出同位与从句 解释说明抽象名词 doubt 好 再来看下一个句子 whether we will ever rebound from the loss is difficult to know 首先这里面就一个生词 rebound表示的意思是反弹 弹回来的意思 那大家一看到哪个字 就知道从句来了 那还用说吗 whether 对吧 一看到他就知道从句来了 那从句到哪结束呢 我给大家讲过 从句呢 一般要结束在第二个位与动词前 所以要在意思前结束 就找到从句了 那这是一个什么从句吗 很简单 聚首 位与动词前 当然就是主语从句 whether we will ever rebound from the loss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是否我们会从这个损失当中 反弹回来 恢复回来 是吧 这个事很难知道 主语从句 好 再来看下一个句子 来自于剑7 recent work on the problem of when people first entered America is an example of the value of this new techniques 先来看一下生词 很多人会说 哎 这单词是我拼错了 Americans 注意他没拼错 他就是美国美洲的意思 大家可能很少见到他 但他是正确的单词啊 好 再看下一个 example 例子 对吧 technique 表示技术技巧 好 那在这里呢 还是有一个词组 大家看着眼熟吗 刚讲过 哪个呀 就是a of b of c 看出来了吧 所以你看 考试都是有套路的 就考这么点事 a of b of c 怎么翻译成呢 翻译成c的b的a 所以可以翻译成 这些新的技术的 价值的一个例子 ok了吧 好 这个很简单 来 接着往下说 那咱们来看这个句子吧 从句在哪呢 一找到连接词 就能找到从句了 连接词在哪啊 one 那从句到哪结束呢 别忘了 我跟大家讲过 一般要结束在第二个位语动词前 所以你看 第一个位语动词 enter 是我们家的 第二个位语动词 is呢 这个从句就结束了 好了 关于这个句子的开始和结束 怎么断开的问题呢 别着急 我会在最后一节课 讲长篮句分析的时候 专门讲到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吧 recent work on the problem when people first enter the Americans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找到从句之后 如果大家觉得意思还是不容易看懂 怎么办呢 再教大家一招 先看主句 为什么呢 因为主句才是主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先看主句 好 那来咱们看主句吧 就是横线以外的这部分 recent work on the problem of is an example of 所以他说了 最近呢 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工作 是吧 它是新技术的价值的一个例子 那最近在什么问题上的工作呢 就是人们什么时候 最早进入这个美洲的 这个问题上的工作 实际上是现在技术价值的一个例子 这是关于这个 那是什么从句呢 别忘了 当然很简单了 借字后借宾 并于从句 好 再来看下一个句子 来自于建设三 The tendency of thinkers such as J.B. Watson was the human beings could be shaped are manipulated by policymakers and managers 来看一下这句话吧 首先看生词 Tendency 可以表示它的一个倾向性 一个趋势 是吧 然后human being呢 人类 这是一个常用的搭配的词组 Shape 表示塑造形状 因为Shape可以作为名词 表示形状 当然可以作为动词塑造形状 塑造 Manipulate 表示操控 操纵的意思 Policy maker 表示政策的制定者 是吧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吧 一看就知道了 从句在哪呢 That 引出从句 好 简图老师 那个从句到这个标点符号 不用结束吗 不用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标点符号隔开的不是句子 只是词组 是吧 所以说呢 爱就不用结束了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 找到从句之后 这是一个什么从句呢 三个字往前看 看见谁了 单独的B 系动词 当然就是系表 表语从句 对不对 好 那这句话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 The tendency of thinkers such as J.B. Watson 他说了 这个像 J.B. Watson 这样的一些思想家 他们的这个倾向性 是什么呢 他们的倾向性 就是 他们更倾向于 人类 能够被塑造 被操控 被谁呢 被这些 政策的制定者 和管理者 所操控 所塑造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系表 表语从句 好了 再来看一个句子 注意生词 Bentham是人名 不用理他 是吧 obvious 显然的 human good good 指的是好处 益处 好事 是吧 consist of 表示 包含 包括 由什么什么 所制成 也可以翻译成 在于某一个方面 好了 pleasure 表示愉快 absence 缺席 absence of pain 什么意思呢 痛苦的缺席 也就是没有痛苦 对吧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 从句在哪呢 一眼就看到了 that从句 而且大家除了 看到that从句之外 一定要提高景气 因为如果从句位于句位 那一定要去看看 前面有没有形式主语 对吧 那你看 果然很明显 it 形式主语 所以这当然就是什么呢 it 做形式主语 that 引出真正的主语 主语从句 位于句位 而且呢 那这个正好是我给大家总结的那个主语从句的句型 还记得吧 想对一件事情做出评价 就可以用it is 加形容词 再加主语从句 表示对他的评价 那对于这件事评价是什么呢 it was obvious 这事是显然的 啊 那对于bansom这个人来说 什么事是显然的呢 就是 人类的好 它在于什么呢 在于 哎 愉悦 还有呢 没有痛苦 人类的好就在于这事 这个是显然的 可以了吧 这是关于这个 好了 以上呢 就是关于名词形从句全部的练习 大家会发现 名词形从句很简单 无外乎就是四类 宾表主同位 而且四类名词形从句 写法基本相同 就是位置不同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在 在这个写的时候呢 只要记住了一种写法 那么其他三种都会解了 如果想在阅读的时候呢 只要记住两大要点 第一个 抓住连接词 就找到了从句 第二个呢 根据位置 就可以判断从句的种类 好了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聆听 我是阿里亚思语法老师 田径 我们稍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